映光大四文朝在 现在我们读到映光大四全集 什么都不读 什么都不看 就看映光大四的书 要看多久呢 看到你开悟为止 没有开悟 不能更换 所以你在这一门之下去 一定是得定 得亲近心 烦恼亲智慧障 那么在一般像我这种更新 要用多少时间呢 圣年 圣年专念这一本书 心定 心定自然就开智慧 开智慧 然后你涉猎 其他的点击书本 很容易一看就懂 所以奖金 哪里需要准备 怎么个准备法案 无需要啊 今年一翻开 字字句句 五亮一眼 到这个时候 你真的发喜充满 你会真正体会到 讲经是人生最快乐的死 不会疲倦 讲几个小时 那你是没有入境界 你没有其入境界 其入境界的时候 讲的时候 不会疲倦 不会累啊 越讲 越讲 越有精神 越讲 身也越大了 哪里会累呢 这讲经会累了的时候 你没有功夫啊 你没有学到啊 我们现在比 释迦牟尼佛 打对折了 释迦牟尼佛 每天讲经 八个小时 我才讲四个小时 他一天讲八个小时 我们在经上 上面看到 二十讲经 古印度啊 把一天分作六个时辰 昼三十 夜三十 所以他一个时辰 等于我们现在四个小时 二十讲经八个小时 人家不疲倦 不厌啊 我们要以佛陀为标准 要跟他学 要充满信心 对于这个眼前 法师大德 没有信心 大古人 在我们佛门 偶一大师 就是私私廉耻 那时候廉耻大师 往生了 廉耻大师的著作在 他专门念廉耻大师的书 专门学廉耻大师 成为尽宗一代祖师 跟一个人修 这个世间你找不到 没有佩服的人 找古人 所以我现在劝 我们净土宗的同学们 你们找哪一个做老师 找阿弥陀佛做老师 这最口高的了 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学什么呢 大乘无量寿经 专门学这部经 专门念这部经 念久了 意思就会明白了 中国古人常讲 多数千遍 其意自尽 你就一千遍念下去 你心定了 定了开智慧 今的意思自然就陷进了 你今天今天打开的时候 意思看不出来 是你的心太乱了 你的心太复杂了 妄想分别执着太严重了 不但你经文看不懂 诸解你都看不懂 你说你糟糕不糟糕 所以我今天教你们修学 我听说图文爸同学学了三天 就有一点感受了 我这个方法是教你 听这个录音带 听录像带 现在做成光碟了 一个光碟一个小时 你就听一篇 一天就听一篇 一个小时 听完之后从头再听 一天听八遍 这种教学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教你修诫修定修会 你只管听 也不要是能不能听得懂 只要听 全部精神贯注在听讲 不要研究 不要讨论 为什么呢 你没有定没有会 你研究 胡思乱想 你讨论 是胡说八道 什么时候你可以研究讨论的 你开悟了 你念佛三昧 得到了 智慧开了 那个时候 你研究讨论 没有到这个功夫 不需研究讨论 只管听 一天听八个小时 一片东西 不是说八个小时听不到 就听一片 念佛堂 念八个小时的佛 一天十六个小时 你只要这样干 我告诉大家 三个月就有效果 三个月一定是烦恼轻了 妄想没有了 智慧就增长了 你对我要有信心 你照这个方法去做 所以我不像李老师 李老师说五年 我只三个月 三个月 你就实验实验看 三个月果然有效 你继续努力去看 那么这一段 我们就介绍到此地 再看底下这一句 金金奉献 佛教菩萨六个修学的纲领 第四条就是金金 所以有人说 佛教老旧了 落伍了 不适合时代了 这个人是不懂佛法 误会佛法 他要真懂得了 佛法精进了 精进怎么会落伍呢 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 竟是进步 天天在求进步 金是金纯 纯而不咋 他怎么会落伍 怎么会被淘汰 不可能的嘛 如 儒家讲 日日行 又日行 跟佛法讲的精进 一个道理 所以 圣贤的教会 跟诸位说 万古成心 他地区 超越空间 超越世界 在今天我们在全世界 我们讲孔孟之道 讲大乘佛法 无论在哪个国家 无论在哪一个族群 甚至于不同的宗教 都会被大众欢喜接受 很可惜没有人去讲 我这些年在新加坡 我接触九个不同的宗教 我常常跟他们在一起讨论 前几个月 天主教邀请我 讲玫瑰金 天主教主修的一部经典 是他们的早晚扩颂 我把这个经里面 真正的意思 讲解给他们听